一直在打字,你難道不看公平嗎?你不是字嗎? 你就一個人跟粉絲一直在說,你難道不看公平嗎? 我們難道不是唐宠嗎?你這囂張個啥呢? 我們一直在打字,他一個都不看 他一直在一路既往的說你窮粉絲啊,窮助理啊,一個農村來的啊 你懂什麼?你能幫助什麼? 你說,他在瞎著眼閉著眼睛說,我也不知道他在不在直播間,我就要說給他聽聽 你就是好好聽聽,知道吧?受受教訓 你就是來求我的心軟起來也挺軟,我的心硬起來也挺硬 你就是跪著來哭求我,脊髒裡哭過來,我都不會饒恕你這樣的人的 真氣惹 好了,別生氣了,別生氣了,金金姐啊 我們一直在公平上打字,你難道不看公平嗎?我一直在打 我們是大公司,大行總,還受你的氣呢,真是 我們一直在打,我還搞個負字連貼的,打字還買 誰好像,我回來要去研究一下這個 回來我要去研究一下大寶那個地方啊 他們那個地方的人是都不看直播,還是都不看公平啊 對呀,我們一直在打字,他都不看公平,他一路既往的就窮猛子 完全不看,窮處理啊 看了他也不信 關鍵是他們是看了他們也不信,你就賊逗 真搞笑 這種人,我心想這種人還出來混社會呢 拉倒吧 也不知道讀過幾年書 一般是讀到初中,往上嘛,都不會有這種情商不會那麼低 說話那麼難聽哦 真的,沒見過 我第一次見過這麼,情商這麼低的人 我說我情商低,還有比我更低的 我去啊,我終於見到比我還低的情商了 太好笑 真的好笑 沒有,家人們,咱們這不是開心了嗎 對吧,不要說那些不開心的 我覺得今天,總體來說,我們最後的結果不是好的嗎 對不對 對,我就說嘛,今天剛剛還沒開心 你說你要去幫他,我們感覺這氣還沒消完 這好像不高興似的 絕對不要去嗎 不會,不會的,家人們啊 我第一,剛才家人們給我分析 第一,我覺得他今天不會去給大寶說這個事 因為家人們你們說了,其實小慧很愛面子 然後,還有這個事情他現在肯定在想他要怎麼辦 他跟大寶說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他這個事情他找大寶完全一點用都沒有 對不對,所以我覺得他不會跟大寶說 而且,第一 第一,小慧他要不然他還是不信我是個老闆 他要不他信了 他更不會去跟大寶說 他跟大寶說他怎麼跟我競爭啊 對不對 對,我覺得他應該不會跟大寶說 嗯 靜觀其辯 其變嘛 然後我看一下 因為明天大寶不也不在嘛 明天晚上我打電話 問問大寶 看看大寶有沒有什麼反應 看看他知不知道怎麼回事啊 嗯 他會拿大寶出氣 那大寶那也不是軟柿子 說捏就捏啊 他 對,不可能 大不了他要拿他出去 大不了把他拉黑 就不接他的電話 跟他也沒關係了呀 嗯 對吧 不要老是欺負他 對 你要是你就跟大寶這樣說 他真正要一直纏著他欺負他 就一個徹底把他拉黑 再也不要去幫他 見也不要去見他 因為見了他 你就說那天你去見了他吧 他還認為你在想著他 做到吧 他在他在直播間就這樣說 你就說給他聽 你去接他吧 接的好吧 他還說這直播間 你去想著他 你再去接他 你不想他 你不會去接他 你就跟我說你想不想他 你下次你要是去接他 那你就你就是想他 你要把他拉黑了 我就我就安心了 就我就承認你是不想他了 沒有他的沒有他在你心裡了 你就這樣說 就不要去一直把他 糾纏在這就像 就像真的二位直播間 搞個黃毛似的 真的不要去 搞這些亂七八糟的 影響我們大家的心情 真的 一個徹底把他 把他拉的一干二净 我是想想著 今天剛好大寶也不在 然後把小灰這個事情處理一下 咱們管理員如果小灰了 咱別再把小灰拉黑了 笑死我了 後半場 不知道他是被咱們家 管理給踢了還是 搞笑的 嗯 還是一次說清楚 我不想讓他再去 再牵扯到我跟大寶之間 我倆 對 一次把他徹徹底 對 徹徹底解決掉 對不對 唱 解決掉 然後我跟大寶的事情 我們倆好要去說 不想說 在掺材 全部把他徹底說清楚了 他要真的不聽 就把他全部拉黑 黑的一干二净 黑到他 呃 那個 入途 三藏 叫他爬不起來那種 大寶在外面談事情呢 家人 他今天晚上咱們開播的時候 給大寶打電話了 你們可能沒聽見 他在 我聽見 要接待 我今天打電話 對 然後所以說 我拉個天牌姐姐上來了 OK 對 那我下吧 你們聊吧 好 再見 謝謝姐姐 拜拜 謝謝姐姐 嗯 不客氣 來姐姐 喂 哎 你聽得到嗎 我聽得到姐姐 我想跟你說 心不知誰 好像是把他拉黑了 我不想他今天晚上拉黑 我一定聽錯了 我要把他拉回來 讓他今天晚上到直播間看到 我們說話 跟他說清楚好一點 他不是今天晚上沒有出去 他會找大寶的 那小命蜂都找的 他現在都廣州 已經兩個事都失敗了 一個是這個長子那裡搞砸了 是不是 對 還有一個是你這裡跟大寶的事情 還沒有說清楚 我想說的是今天晚上讓他說清楚 讓他都知道 因為誰把誰把小慧拉黑的 我不知道 我去把他拉出來 哎呃 我要成錯了 又把他拉黑 我還是把他拉出來了 要在河安 你們拉出來 他才進到直播間 所以讓他今天晚上到直播間天氣走 呃 把這個事件說清楚以後 再 就不亂逃避 冰哥 冰哥你不要再把小慧拉黑 如果小慧再來直播間別拉黑 因為我跟家人們的想法是一樣的 就是如果小慧來了 我們一次解決完 對對對 我的意思也是這樣的 嗯 就是讓他 呃 你明天今天晚上一個機會 嗯 你逃避 不是個事是不是 要是有事就說清楚好一點 明天那狗你不贏 呃 今天晚上他知道你的勢力的 他就找大寶啊 那其實大寶去啊 那已經到廣州來了 幾個事都黃了是不是 他肯定也不服氣 我看到他也也是不虐的人 他來著是是洶洶的 那個人呃 有點瘦子很差 沒人品 你看他 誰都看不起 是不是 誰都看不起 你老呢 你是個小助理 你就是成了這個錢來的大寶 你是摸了大的 也什麼 說說這是什麼 瘦子他也不看公平上我們打字 我說堂堂的大老闆啊 你還這樣說 你你的什麼事情你拿出來 是你拿出來呀 他今天晚上就看到的吧 看到的 就拿了肯定是很不舒服的 心 那麼把他拿黑了 我是把他拿進來讓他進來看 他肯定今天晚上睡不著 知道沒有 嗯 讓他停一下這樣的事情 大家的意境呢 他也不堪公平 我們都打了字 我第一次是這樣的以後搞清楚 再把他拿黑 我睡 就說幫他 現在不能幫他 讓他自己來找你幫他可以 但是這個大寶的事與你的事 這樣的事情說清楚 那個事業的事現在不要幫他 他有本事 他也能讓他他有事 讓他搞得著 他有本事 現在就是說呢 問題是把這個事情 我們今天晚上說這個大寶玉里的 你們三個人的這個事情說清楚 他沒有聯邁哦 這會兒小慧不在直播間 是不是剛才被拉黑 然後他 他以為他進不來了 這會兒他 小慧沒有申請那個 聯邁 我 是 我就把他拉進來 現在他可能 看了一下不得進來 可能又沒有 看了是怎麼的 你確定把他從黑名單裡拉出來了嗎 啊 確定拉出來了哈 我說把他拉出來了 就 是的啊 沒有聽說 我說拉出來了以後 讓他都直播間輕輕柔 把事情搞清楚的 以後 我們再把他拉黑 因為這個人 你不能逃避 他反正不服氣的 心裡沒有搞贏了 錯的又打了年輕 又打了年輕 他也是很講面子的 是不是 有很要強的一個女孩子 他反正這個事情不搞清楚 不搞一個鳥集 一個鳥盾 說清楚的話 這個人是不講道理的 我今天 我今天小慧的號 我連關注都沒來得及關注 我就知道他叫什麼單一 還是什麼 我現在連他的號都找不到 我倆 我倆抖音都不是好友 我也沒有他電話 看他來就來 他不來我跟你講 他如果要找張總 他今天不來 他明天來 明天不來後天來 他如果這個事兒 真的為難到他 他肯定會找我 天排姐姐你覺得呢 是的 我覺得他會找我 他現在不知道 他找不到你到了 拉黑了 現在我把他拉出來 他還沒 他不知道我走了 他知道他肯定會進來找我 對吧 是的 我的意思呢 今天晚上我就把他拉出來 一叫成錯了 又把他拉黑 我還是把他拉出來 我是拉出來 讓他到你明天 就要看啊聽啊 把事情處理 不是老是這樣托起的話 對這些哪個都不好 我們今天晚上很解氣 確實真的 他這樣搞 他也沒有再看到你的事 對吧 他不是說你是個小豬利啊 我們是個臭農民啊 就是農村裡的啊 一個臭農村 兩個臭農村 我氣死了 你也是農村的 幹嘛這樣說 我真的服了 他他可能不是農村吧 他是農村的啊 他不是大寶不說了嗎 他們倆一個地方的 一個臭農 大寶是農村是吧 大寶也是農村的啊 我們是不是農村 我是未來 我們這 他說是農村就是農村吧 管他 他說的好是不是 他反正說話很傷人的 很氣憤的 他沒有一點受制傷官也不正 這個人命不好 還去做生意 還在外面 跑江湖啊什麼 跑市民 這個是走不通的 他出來 真的 嗯 他人命很差 你這樣 你老是跟他說好話 很低啊 很低級 他就很高傲的樣子 好像高高在上 他不知道你是什麼 我們打公民上 老是打他這麼多 我說你開得起 100多萬的車嗎 我不記得要死 那個上面打字 他反正沒有看 其實真的是 大寶如果在的話 天牌姐姐 包括咱們直播間 家人們大寶如果在的話 咱們還是低調一點 我就沒有必要這個什麼 我今天如果不是說 不是說這個小慧這樣子 這樣子欺人太甚 我也不會去把張總拉過來 不然顯得咱們 咱們條件好 咱們 就壓著人家 似的 我都不想去什麼 車房這些東西 你說 其實我覺得我跟大寶的感情 跟這些物質上面的東西 也沒有什麼關係 是的 是的 你不是看到那些人情 你是看這個人對你好不好 你主要是 你情的方面 物質方面 你都不在乎 所以實在的 你只有一個男人對你好啊 就是關心你啊 重要的就是有你在心裡 就是這個男人呢 就說的 嗯 就是拜託你 就是說 嗯 對你有好吃的 我的生兒子都在那裡插 我又說 我給你明白 我又不想那個 說的兩句話 我生兒子都拉我的手 就是說呢 這個 小慧呢 她肯定 我的意思呢 她肯定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還是跟大寶 有些事情 還是溝通 說實話的 天白姐姐我跟你講 我是想說 過完這 就小慧這個事情結束 然後如果說 大寶她確實 處理這個事情 我覺得她也是 嗯 對我很真心 對小慧確實 沒什麼的話 我是準備跟她講的 是準備私底下 就是好好的去跟她 說清楚這個事情呢 但是現在小慧 這樣來找她 然後騷擾我們 在這個時候 我告訴她啊 我條件很好 你說這顯得咱們 這在幹嘛呀 嗯 也不合適啊 我第一次小慧已經知道 你是老闆的 這長者說的 是真的的 她就會說 你聘大寶 就是說呢 有些事情跟大寶說清楚啊 她反正她也不好意思 的 她把你說得那麼 嚇氣的人了 什麼 她現在知道你是什麼事 她就會心裡有個底子 很失落的那個樣子 已經被瞎風的樣子 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的小慧 是不會打電話 給大寶說我的事的 嗯 因為我 我覺得她不會說 如果她真的說了 我就承認 家人們沒事 對對對 她如果說了我就承認 她不說的話 就再等一等 如果她說了的話 我就直接跟大寶說 嗯對是這樣子 嗯 明年一個人打電話 大寶一說 她就知道 對 我跟大寶 如果再打電話 發短信的話 我覺得 我也能聽出來 她如果說了 那我就承認嘛 她如果沒說的話 那我們就再等等 大寶 大寶不玩抖音 她沒有抖音號 但是我跟你說 大寶還是很愛你的 每次你離開一下的時候 直播間的時候 她就說 她很喜歡你 她想接觸你 她說你就是 是個好姑娘 是你心裡看重了 你就是說了 什麼事 反正好像那個情魚 她接她 死怕那是個女孩子 到廣州來 是不是 她也給那個名字 給那個台階吧 你人家大老雲來 你接到一下也五十位 我估計那個大寶啊 那個大寶就是說 她還是很老實的一個人 那不是什麼鬼狗的人 我覺得 她可能是說的真話 沒有說假話 一個人看了去嘛 她平常跟你說話 是個母子樣子 是不是 她不知道是什麼狡猾 什麼花音巧語的那個人 花花樣子的人 不是的 真的 我覺得那個小灰呢 大寶是不得跟著她 她的小灰太強勢了 沒有大寶說話的餘地 沒有每次說 大寶一句話都沒說完 她就會搶 搶到她門口的 這是什麼羽人啊 手指太差了吧 那欺負大寶欺負的這個樣子 連說出話都說不出來 她就會搶了 這個羽人 我看了是 人名太差了 真的 我不看好她 所以我今天晚上就是讓她 我說是給別人拿去 把她拉黑的 我想把她拉進來 我跟別人說 我說把她拉進來 拉進來的讓她聽 讓她就是要拉到直播今天 這些人的看話呀 對她屏幕上看一下 供應商 她也不看字 我們打的字 你看 她跟大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看她大寶也是不看 她倆鬆死了 她倆一個地方的 我跟你講 這真的是原來的一隊友 我真的是 不是 不是 不是原來的對 真我不相信 怎麼呢 她沒有玩過抖音 她們沒有搞過 是第一次不懂 是這樣的 如果說那個精神王這個東西的話 她也會懂的 真的 她沒有接觸過 確實是不懂 她就不看那些 就是跟你本人說話 就聽到你說什麼 那就回答什麼 她不看那些字的 我不是這樣的 哈哈哈哈 哎呦 這 你呢 還是呢 跟大寶呢 有些事情還是 把她說清楚好一點 就是要難投上 後面呢 就是說 一等一等兩個人也好了 你就什麼都不要說了的 是不是 嗯 說了 上感情 上活氣 就是有什麼事 都要說出來 這是 人的終生大事 這是一輩子的 是不是 開玩笑的 嗯 要審正審 審正的考慮一下 這個問題 慢慢來 不要急 對 把小 主要是第一把小灰的 這個事情處理好了 大寶他如果是真正是 心裡有你的話 他就 那麼 那你就跟小灰 一刀兩斷 不是 偶多是你不能這樣搞 這是不對的 對 對你啊 對哪個都不公平的 這樣是不是 嗯 嗯 嗯 嚇我一跳 大黑瓶 我也是的 嚇我一跳 我以為是 你說我們幹嘛 右邊那個人 我以為我說錯的話 是什麼 提示 我以為是這樣的 其實對你也好 把它說清楚 不能逃避什麼事 整個這個事已經發新了 現在就是這個結果 是這樣的事情 就要當面說清楚 什麼事都要說清楚 就有 叔叔 叔叔來了 喂 老總好 董事長好 晚上 哎呀我們天白 應該是 應該我們是 我是叫天白妹妹還是天白姐姐 我個人比的大些 我 我聽到阿威說 年是五十多 我六十多了 哎呦呦呦呦 那是天白姐姐了 哈哈 哈哈哈哈 這是一個名字呢 董事長 這也不是說 呃 代表是什麼 以前呢 我就會玩這個牌 現在老了 我也不玩 戴生兒子 所以呢 這個名字一直都沒有改 就這樣的 這個名字好啊 這個名字好啊 對吧 來就是 來就是 一副甜牌 可以 這個 哈哈哈哈 那時候年輕的是玩牌 我就會玩這個牌 就別人就跟我取這個名字 一直沒有取消 其實是 對呀 只帶別個名字 對 這個是威武霸氣啊 這個名字威武霸氣 不錯 哈哈哈哈 那什麼樣一玩牌 就取得這個名字 對 看得出來 大姐 大姐是一個那個 比較 比較那個的 啊 比較厲害的哦 是不是 我說話 就是董事長我說話 你聽見了 有的不妥當的 那你就 你們都要原諒我哦 我說話 沒有沒有沒有 直來直去 我想去忙 我一看你這個名字啊 我就知道你霸氣 你愛人肯定是我們四川人說的 爬耳朵啊 哈哈 話講話講 董事長我呢 性格有點像阿偉一樣 一根筋 那個性格 要找即興之人 其實人呢很善良很死海的一個人 我就是那個脾氣有點 有的